1976年 希伯伦堂由南京街搬到阿士顛道 当时 李菲吾牧师就提议将希伯伦堂在南京街的旧址 开始一间新堂 于是 李牧师带领着希伯伦堂的几位弟兄姊妹 就开始筹备募捐的工作 而且 邀请了林兆熙牧师担任新堂的堂主任 在1976年12月4日下午三点正 举行新堂的开堂礼 同时命名为孙道会纯光堂 孙道会纯光堂就此诞生了 在接着的短短六年间 在1982年的12月 纯光堂就可以完全自立 我们不单止可以完全的自吸自足 而且 可以将西差会的贷款 十一万五千元全数称还 感谢神 在1994年 神更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大的堂子 由马地 尼敦道 永旺行二楼 而在2001年 我们更加买了十楼成为我们的办公室 在2009年 大堂进行翻身的工程 给大英姊妹可以在一个更舒适的地方聚会 今年 是纯光堂带入四十周年的日子 回想过往的四十年 神的恩手一直拖带着纯光堂 为我们预备一个又一个中心的仆人 在我们中间服侍 看到我们并无缺陷 就正如先知所讲 以便已借 到如今而和话的眼目仍看顾着我们 纯光堂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领受了神过往的恩典 愿意我们都立志为这个家摆上 揭力去侍奉神 同心合意去建立纯光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